我们就第一次体验搭库航的飞机 来飞到Sapporo 到Sapporo再见咯 哈喽大家 我们已经到北海道的杂幌机场 看到这个Hello Kitty Hi Hello Kitty 我们现在要去搭JR到杂幌市区 这里国内线 我们就连着这个国内线的方向走咯 杂幌机场很大哦 JR就看到JR就对了 这要走两三个电梯才会到 才会到JR那边 你刚刚有看到Hello Kitty吗 就是它这个机场的地标 这边好热闹哦 这边超多办手里的 继续往JR方向 看到JR往B1哦 差一点 走不同方向 下去我们就找除植机把我们的西瓜卡 我们那时候在东京买的 我们的五日券到杂幌车站找一天再去换 前面几天我们还没有要用到JR Pass 是往下对啦 因为这一段呢下楼是没有电梯的 你们两边要赔多少 没关系 我们现在在这边 对两千多 再放个三千块下去 哦五千 可以可以 现在这边很好呢 我们在这边除植我们的卡片 我们以为说只能买票 然后这边的服务中心都可以讲中文 谢谢你 谢谢 原来是从卡片呢 从这边放下去 然后按除植 哪里按除植 因为我刚刚一直想说它是不是除植机跟买票机分开 结果是在一起的 OK我们现在要去搭车了 用感应你都不知道 对啊 IC卡就这边啊 好 下去搭JR Pass 去搭JR到杂黄 看一下 好多人哦 第一月台还是第二月台 然后沙波罗 十八点十八分 对啊 第一月台第二月台都可以坐啊 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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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 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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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尊子里 上個離車 長這樣子 剛剛是說18分會開吧 這個路線圖呢 就跟我們的地鐵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是在 新千歲空檔 然後到雜王 雜王是一個大城市 所以就在這裡 就絕對不會錯過下車 所以剛剛那一台王小樽的呢 其實也是對的 第一月台第二月台 月台都是 Sappolo 看您的口罩好重 Sappolo 我們要下車了 千歲機場了 到Sappolo呢 大概搭了 40個小時 搭40個小時 我們沒有搭到特快的 車子來了去上車 我們到雜王站了 北口 我要去我們的民宿 在這邊看到的人呢 都是穿黑色的 北出口 這邊現在很好 就是他們的這個 自動販賣機啊 不是自動販賣機 自動售票機 都可以有語言選擇 都可以選中文喔 你看 連這個 連這個什麼啊 到哪一站多少錢都是中文 標示耶 快我們一個小時 現在這邊已經6點多了 這不是北口 出口 就是這裡啊 他們晚上怎麼燈沒有很亮喔 這邊吃的東西好多喔 我們現在呢 來這一間 離我們住宿很近的地方 快喔 這些 要自己先買票 哎呀 第一個晚上就找到 我們喜歡吃的 No.1的 我們剛剛應該要兩個點不一樣說 我們應該要兩個點不一樣 那很好 很好 我們住附近呢 這裡剛好就有一家 這一個就是在上面是JR的那個鐵道 然後下面呢 就是整個都是美食中心 今天第一家 我們吃這個 去問他看可可可會拍一下他們的廚房 就是這樣昏昏暗暗的小小間的 我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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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他們的廚房 就是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廚房 所以是很乾淨的廚房 才會是沒有圍裡的 然後很小巧的一個地方 這邊還有一些吧台的位置 有點復古的喔 謝謝 因為不需要等我們就進來了 如果要等的話 我們就可能就會換地方了 還給我們送一壺水來呢 還不錯 看他們呢 冷但是呢都還加冰耶 我們今天第一天到雜房啊 結果比想像中還不冷 對不對 好不好 完全不冷對不對 還說會多冷 在鐵道底下沒有煙味 還不錯 如果是喝酒的地方就會煙味 G酒屋的話就會煙味 這裡不是 這是純吃麵的 吸煙OK 那你打吸煙OK 其實看不懂的話呢 就用Google拍照 就可以知道這個是在說什麼啦 他那顏料高漲啊 努力不變 意思是說 他的價錢沒有改變 他有寫一個公告 我們找到了這一家呢 你看這個湯頭好濃郁喔 會鹹嗎 爸爸 很好吃 大聲一點 真的我難得吃到不會鹹的拉麵 太棒了 我們就要吃起來囉 而且他這個蛋呢 是整顆的耶 這一碗是980日幣 看真的不鹹喔 吃到碗都見底了 看上面就是JR的鐵道 然後這整個底下呢 就是一個賣吃的商場 還有一家Family在這裡 聽到C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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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JR的聲音 好 好了 我們現在就要走回去我們的民宿 結束今天第一天的行程 這邊就很有雜謊味囉 他寫什麼 雜謊什麼橫丁啊 上面也有吃的喔 好有日本味喔 好了我們回去囉 我給他拍一張照吧 我們吃飽了呢 走到這邊來看 二樓這邊好多呀 就是一個屋台耶 哇好香啊 而且這邊都沒有抽菸 這就是一攤一攤的屋台耶 你看他們女生喝酒 這是屋台 對啊 哇 哇 女生好會喝喔 麻肉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 哈哈哈哈 這家呢 是賣麻肉的喔 我們改天來試看看 他是生的嗎 看他的菜單 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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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呢 我看一下 还好耶 650哦 不贵哦 这个 刺身 这边呢 离我们住得很近 谢谢 我会讲的一句 这边的屋台村 上面就是 JR的道路哦 好热闹哦 我们住对地方了 大家都吃得好开心 这是一个 很集中的屋台村 里面呢 没有人抽烟 是非常好的 我们就是怕有烟味 我们的杯子好大杯哦 有人的就有人没人 也有卖衣服的 不是啦 人家来吃了 卦了衣服了 铁板烧是直接在这个炉上吃的 哦 这语言不通就是没有办法聊天 被我们发现了一个美食广场 那离我们住得超近的 这地方很棒 很热络耶 这里有发现有一家呢 就是闪亮亮的 啊里面呢 人不多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呢 它这个竟然是写 紧张 什么什么什么解放 意思 喝酒啦 就让你放松啊 我才不相信的耶 喝酒会放松 这边就是上面的很多店家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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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